我觉得侯市长说的很好 希望中央能够收回臣命 主席有必要去做调整 黑金绝对不能付屁 我想我一辈子清白 傅昆奇他未来可能也要继续连任立法委员 会形成自己提名自己的怪异局面 再加上他跟李全教过去都有案在审 虽然已经入狱服刑完毕 但是在社会观感形象上面 似乎会受到民众的挑战 尤其李全教的部分 因为我们像现在很积极的在进攻 台南的政府议长的会选案 如果说我们让李全教担任选策会的其中的成员 未来在这些跟赖金德相关的议题上面 该如何攻防可能也会形成一些阻力 所以我觉得侯市长说得很好 希望中央能够收回成命重新去做考虑 昨天选策会的成员名单出炉之后 非常遗憾而且沉痛地辞去了文传会副主委的职务 我相信侯市长的立场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反对这个名单 不是针对个人 而是针对是非对错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呼吁跟声明 我相信主席有意愿 而且也有能力做到无私无我 但是在整个选战还没有开打之前 选策会的成员名单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还有风波的时候 主席有必要去做调整 还有更仔细确实的说明 那才能够说服我们的选民 在2024年继续支持我们 黑金绝对不能复辟 国民党一定坚定这个立场 我们提出来未来出来的每一位候选人 一定都是清清白白实实在在 那我们当然选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再一次强调 这一次的选车会跟我们所有的 包括现在要初选的选区都没有关系 它主要是针对于中南部有一些艰困选区 要帮我们找寻一些人才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选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造成困扰 虽然是帮忙解决问题 并不是制造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虚心的接受各界的意见 那我刚才也跟侯市长投过电话 我们的共同立场都是一样 绝对是坚持坚定的反对所有的黑金 我不觉得侯市长是针对我 我跟他也是好朋友 我想我一辈子清白 他应该非常清楚 今天我是因为中央需要我 尤其是这一次赖清德要选总统 我才站出来 否则我不会站出来 现在有立委 他一定要选人论 对不对 因为选人论 你这是球人精彩办法 对不对 还有我有听到一些风声 对不对 说他要选立法院院长 对不对 是 这个 这个是好像听别人在讲 我不能确定 当然 就是希望 我们主席 能这个名单 这个名单再整理一下 是不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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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答应